全球獻上 家人們平安 我這些日子 讀到一些有關美國的建國的歷史 常常讓我非常受感動 我發現這個國家 它的建立是神一個獨特的心意 不是任何一個人的意識 可以建立起這個美麗的國家 是神的主義 神的主權 在祂美麗的心意裡面 祂要建造一個非常獨特的一個國家 這個國家是讓祂來執掌王權的 是讓祂的理念可以實施在這個國家 祂要使這個國家豐富 祂要使這個國家充滿了屬天的自由 而且充滿了屬天的愛 是給予的 是一直出去給全世界的 所以祂親自不到就差不多200年的時間 祂就使這個國家成為全世界最強的國家 你知道上個禮拜我們有給大家看到說 這個國家的建立 當時他們是一萬個民兵 可是英軍是三萬個精煉的軍隊 要來包圍他們 那已經都快包圍起來了 神就興起大風大浪 讓船沒辦法再前進 然後神讓他們就開始撤退 然後他們撤退又很慢 然後神就興起大霧來攔阻英軍的前進 直到他們平安的上岸 然後英軍開始可以往前進的時候 發現他們好像金蟬脫殼 就這樣子的離開了 英軍都覺得讚嘆不如 為什麼 是一位全能的手親自為他們征戰 所以聖敗在乎神 聖敗不是在乎我有多少兵力 而是在乎神 那你知道美國這個國家 在他們當時建國的正式文件 他們建國正式文件 四項都是跟上帝有關的 然後當他們在簽署獨立宣言 他們簽署獨立宣言以後 當時在場的一些人 就集體的公開的哭泣 那一定是神的同在 他們這樣經過多少日子禱告 然後當他們簽署獨立宣言 就是神真的使他們獨立成為一個國家 然後呢 神的同在來領導 神做成這件事 要使他們宗教自由 使他們信仰自由 他們不再是會被 政府的權勢來壓制他們 所以當時提議的政教分離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政府不能來逼迫教會 可信仰這個不可信仰那個 可說這個不可說那個 不是 他說政教要分離 就是政府就是管政府的事 不可以管信仰的事 宗教的事 教會裡所做的事 教會是在神的面前 有他的獨特性 他的需要 至高的主權 要他所宣揚的 是百姓生命所需要的 這樣 所以當時就是在講到 政府不能這樣子來壓制 來逼迫這個基督徒 所以會有這個政教分離 這個意思 那你知道美國 他們在當時 在開始的時候 建立這個國家的時候 你知道在美國 他們後來就一所一所的大學 建立起來 前面的最高學府 最前面的有108所大學裡面 有106所大學 是建立在基督教的信仰根基上 那他說 他說這個哈佛大學的學生 被學校要求 每天必須閱讀兩次聖經 每個學生 每天必須閱讀兩次聖經 然後呢 可是現在人卻怎麼樣 說聖經在公立教育體系裡 是不受歡迎的 是讀經就變成違反憲法的 這樣 然後呢 當時的哈佛的創校者說 任何的知識 如果缺乏基督 就全都是無用的 所以我們的大學教育 我們最重要是要 教育他們來認識 在基督裡的這一位神 他說這個是我們 主要學習的目標 因為任何的知識 如果缺乏了基督 就是沒有用的 然後呢 普林斯頓大學的座右銘 座右銘是甚麼呢 是在上帝的保護之下 他會昌盛繁榮 所以他會昌盛繁榮 是因為他是在上帝的保護之下 然後呢 普林斯頓大學的第一位校長 他說 所有與基督的十字架相反的學習 都將受咒诅 所有與基督的十字架相反的 這種學習都將受咒诅 所以你會發現 美國一所一所的大學是這樣 座右銘是這樣 學習的目標是這樣 學習的目標是這樣 但是如今完全相反了 完全相反了 以至於整個的社會 你看看 充滿了打砸搶燒 整個的社會充滿了批判 連大學教授講一句公道話 就要被開除 怎麼會一個國家來到這樣的地步 你是不是覺得很沒有盼望 是不是覺得很沒有盼望 有盼望在主裡面 盼望在基督徒的裡面 盼望在這些屬神的兒女裡面 你們一定要起來 都是什麼 都是耶和華神 跟他們講 說我已經把這個仇敵 交在你們手中 你們去得地為業 你們去 去佔你那地 你們去 攻打那一個百姓 你會發現 每一場戰爭 其實都是神已經先為他們得勝了 所以當他們去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有些百姓 像這個 耶利哥裡面的百姓 他們怎麼樣呢 他們都很害怕 因為他們看見了 是神與以色列百姓同在 神讓他們 把紅海分開 神把紅海分開 讓他們可以走乾地 神把約旦河分開 讓他們可以過約旦河 所以他們這一些 在迦南美帝的各族裔的 他們已經嚇破膽了 已經失了膽氣了 非常的害怕 他不是害怕他們多少人 他是害怕他們有一位神 這位神厲害無比 你知道嗎 所以征戰得勝 其實是在乎神 是神說了 他說我已經把這個地交給你們 你們去 都是這樣 幾乎每一場戰都是這樣 都不在乎你敵軍有多大 多少軍隊 你人數有多少 像基電 神還說你人數太多了 你三萬兩千人太多了 我不要這麼多人 我只要三百個 那為什麼 因為神在乎的是什麼 他在乎的是 他的百姓要認識 這位神是全能的 這些百姓要認識 他們自己是不能做什麼的 他們只要的就是順從這位元帥 所以當他們一進到耶利 一過了約旦河以後 神就來跟約束亚顯現 在約束亚記第五章那裡 那約束亚說 你來是要幫助我們還是幫助敵方 耶和華的使者說什麼 我不是 不是的 不是的 我不是要來幫助你們的 我是要來做 耶和華軍隊的元帥 那也就是說 親愛的家人 你了解嗎 當你信主 你一進入神的國 神不是要幫助你成功 幫助你美滿的婚姻 幫助你賺很多錢 幫助你的孩子讀很好的學校 他不是要這樣 他說我來是要來率領你的 我是要來引導你的 我也是要來供應你的 我也是要來為你征戰的 那你需要做什麼 你需要就是聽我的話 所以你能夠勝敗 在乎的是這個 那我們看一下 在這個約束亚記第七章 十節到十二節 耶和華吩咐約束亚說 起來你為何這樣服服在地呢 以色列人犯了罪 違背了我所吩咐他們的約 取了當滅的物 又偷窃又行鬼詐 又把那當滅的放在他們的家具裡 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敵面前站立不住 他們在仇敵面前轉備逃跑 是因成了被咒詛的 你們若不把當滅的物 從你們中間除掉 我就不再與你們同在了 好 謝謝 你看這裡講得很清楚 也就是說 他們要去打愛城的時候 他們先派了探子去 虧探那個地 結果虧探了探子回來說 他們人很少 這個城很好打 兩三千人就夠了 結果他們派了三千人去 結果失敗了 那耶利哥那麼高大的城 他們反而得勝了 那原因是什麼 失敗的原因是什麼 這裡就講得很清楚 神說什麼 神說 神說不是我懲罰你們 是你們成了被咒詛的 所以親愛家人你明白嗎 很多時候失敗 你沒辦法得勝 是因為成了被咒詛的 那為什麼成了被咒詛的 神說了 為什麼 為什麼成了被咒詛的 神說你們犯了罪 違背了我所吩咐你們的約 那你們取了當面的物 我叫你們說都不可以拿成中的東西 可是你卻取了 然後你又偷竊又行詭詐 把那個當面的物放在你們的家具裡面 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敵面前站立不住 成了被咒詛的 親愛家人你明白嗎 當你進入神的國 其實神祂要為你打贏每場戰爭 而且祂是命定要讓你成為一個豐盛之地 要住在祂的美地裡面 祂碎首到年終祂要眷顧 而且祂要供應 那什麼時候如果為什麼會變得這個樣子 不像神所應許的 神所應許的沒有靈道 而且是相反的 就像美國 就像美國 神是要使美國成為一個祝福列國的 可是為什麼這個國家現在會變得一團亂 為什麼 因為 是什麼東西被咒詛 是什麼東西被咒詛 他說是因為你們不聽我的話 你們違背我跟你們講 不該取的你取了 然後你詭詐還藏了 你要欺騙神 他說你成了被咒詛 你就在仇敵面前站立不住 所以親愛家人你明白嗎 今天我們要爭戰得勝 不是靠我的力量 也不是靠我的屬靈 是靠我聽他的話 我這位萬王之王的話 然後我跟隨他 然後他為我爭戰 他為我 他已經制服了仇敵 然後他就叫我 起來去收拾這個仇敵 你知道嗎 就是這樣 那我們多麼有福啊 我們就好像那個獅子啊 有一個姊妹 神就有一次給他看見一個意象 就是一頭獅子 然後她是一個很小的 在獅子下面這樣 那獅子的獅子腳 好像他旁邊看到的四根柱子一樣 然後神叫他吼叫 他想說我吼叫有什麼用 我聲音有多大 神叫他吼叫的意思 後來他就想 好我就順服吧 他就一吼叫 他聽到的是獅子吼叫的聲音 所以你了解嗎 你每一個順服神的行動 是神在對仇敵吼叫 神在制服仇敵 神在為你爭戰 那你要做的就是 越過你的理性去順服神 已經把順服神 順服這位萬王之王 這位萬君之耶和華 成為我的習慣 那你就會勝了又勝 勝了又勝 所以你會發現 以色列你去看看這個歷史 你看舊約的歷史 你發現就是這樣 只要他們有一個領袖 只要他們有一個領袖 一直率領著百姓 跟隨神所吩咐的去做 去做 神說三百個 你就是三百個了 那三百個都是好像 假的就是喊叫啊 然後一手拿著火把 一手拿著這個敲破的瓶子 這就是裝槍做事而已嘛 是不是 可是你順服神 神自己就讓仇敵下的彼此 彼此殺戮 然後逃跑 就是這樣 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明白 如果我的家 我的國家 我所在的公司 一直不蒙福 一直很多的問題 我一定要問神 我在哪些地方 我沒有順服你 我違背了你的約 我做了不討你喜悅的事 以至於我在仇敵面前站立不住 所以其實是這個 或者是我因為沒有聽你的話 我成了被咒詛的 就是這樣 那他說 他說 你們要把當面的物 從你們中間除掉 否則我就不再與你們同在了 只要神願意與我們同在 我們就不怕 就不怕 就是勝了又勝 因為是他在制服仇敵 不在乎仇敵有多可怕多厲害 所以我們神國的百姓 要與神一同之長完全 那你一定要知道 神他要做什麼 聖經裡面講到 我們上次有帶大家看到 以賽亞書55章那裡講到 他說 他說神的意念 跟我們的意念很不一樣 對不對 那不一樣到什麼樣的地步 他說像天地差別這麼大 他說天離地何等的高 照樣呢 我的意念 我的意念 也非同你們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 天離地怎樣高 高過地 天怎樣高過地 我的道路也高過你們的道路 我的意念 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所以神的思想 意念 祂的做事的法則 跟我們不一樣到什麼地步 不是差一點點喔 是天壤之別的差 那你就知道了 那美國為什麼今天會走到這樣的地步 那我們該怎麼樣來回轉成 起初神設立美國的那個自由 那個相愛 那個和平 那個充滿了神的同在的恩賜 對待彼此以及對待外國 那個在乎基督徒 你有沒有像著神的話 像著神的意念 像著神的道路 祂做事的法則 蘇醒過來 那 你沒有跟祂一樣的意念 你怎麼樣執掌王權 這位王的意念是這樣 你的意念是 祂是天那樣高的意念 你是地那樣高的意念 你怎麼有辦法執掌王權 所以你一定要跟祂一同的意念 所以我們很需要明白神的意念 上禮拜我們講到說 我真的信主很多年 我發現我看為不重要的 神卻看為很重要 我看為重要的 神一滴都不在乎 所以我就一直改變我的意念 改變我的想法 看法 我要進入神的感覺 我要進入神的思想 祂的思想 祂的意念 祂做事的法則 成為我的做事的法則 那這樣子 我才有辦法跟祂一同來執掌王權 舉例說 我看到聖經上講神是愛 神是愛 但是呢 當我讀到 《希伯來書》十二章 我就發現神的愛 跟我所想的愛不太一樣 在《希伯來書》十二章 第五節到十一節 你們又忘了那勸你們如同勸兒子的話 說 我兒 你不可親看主的管教 被他責備的時候也不可灰心 因為主所愛的他必管教 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 你們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們 待你們如同待兒子 焉有兒子不被父親管教的呢 管教原是眾子所供受的 你們若不受管教 就是獅子不是兒子了 再者 我們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們 我們尚且敬重他 何況萬靈的父 我們豈不跟當順服他得身嗎 深深的父都是佔隨己義管教我們 唯有萬靈的父管教我們 是要我們得益處 使我們在他的聖結上有份 反管教的事 當時不覺得快樂 反覺得愁苦 後來卻為那經過練過的人 結出平安的果子 就是義 好 謝謝 那這裡 他說 神說什麼 主所愛的他必管教 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 他愛所以他會管教 又鞭打 覺得怎麼這麼可怕 但是他說管教原是要是眾子所供受的 也就是他愛的孩子他一定會管教 那可是你會發現 現在的做父母的很多都不管教 是不是 而且現在好多的觀念 都不是這樣子的觀念 我記得有一段時候 我在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有好長的一段年日 那個時候叫做愛 愛的管教 愛的教育 叫做愛的教育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不贊成任何的折擋 結果後來又經過很多年以後 發現說那些過去的那些年 愛的教育的這種的產生 成長起來的孩子 就是很多的問題 很多的問題 所以真言裡面講 他怎麼說呢 他說疼愛兒子的就隨時則被管教 不忍用仗打兒子的是恨惡他 哇神講得很直很白耶 說你不忍心用仗打他 你就是恨惡他 那你去看看 一個孩子從小沒有被這樣的管教塑造的話 他會很任性 我永遠感謝主 我小時候總共只被打過一次 因為我本來很被寵愛 所以我就很任性 那我任性到一個地步 我覺得我幫我爸爸做事 那他本來都會 他都會給我錢 結果那一天 只給我好少的錢 銅板 這樣我記得 然後我就 就這樣 我爸爸蹲在地上 在殺雞 我就錢就這樣 丟過去 我說 這麼少錢誰要 就這樣子 你看看我多任性 你知道嗎 人就是不能被寵愛 寵愛英文叫什麼 spoil 就把他寵壞掉了 寵壞掉 可是現在 我發現現代 很多寵愛孩子的父母 非常寵愛孩子的父母 這個是很危險的 我真的感謝主 我那一次這樣丟過去 我爸爸全家七個孩子 是最寵愛我的這樣子 那結果呢 他那一天就這樣 起來 就這樣轉過身 就對我衝過來 我就趕快跑跑跑 然後我記憶就喪失了 你知道嗎 因為一天就被修理了 被修理了 所以記憶就不見了 因為小孩子 他在很可怕的時候 很痛苦的時候 記憶會關閉 他才能survive 那我就這樣 可是呢 我真的永遠感謝主 我那個本來從小 一直三千寵愛 及一身的那個韌性啊 就 像泄了氣的啤酒 所以我那個韌性就不見了 真的 溺愛寵愛會使一個孩子 韌性脾氣暴躁這樣子 唯我獨尊 就這樣 所以我很感謝主 那個時候 我爸爸沒有任憑我 適時的管教 然後他說什麼 我管教其實是為了 要讓你跟我的聖結有份 聖結就是什麼 聖結就是不一樣 聖結就是健康 聖結就是美麗 所以神所有的管教 都是為了要叫我們健康 而不是任性 任性很容易被仇敵掳去 還有呢 要叫我們美麗 變得有他的美麗 這就是神的心意 那我自己閱讀聖經 我才發現 耶和華即使他大怒 來管教他的百姓的時候 其實他都是為著他們 不會因此被仇敵去掳去 他所有的管教 真的都是愛 那這就跟我們現在人的觀念 很不一樣 我們再來看一處聖經 在馬太福音十六章 馬太福音十六章 二一到二十三節 從此 耶穌才指示門徒 他必須上耶路撒冷去 受長老 祭司長 文士 許多的苦 並且被殺 第三日復活 彼得就拉著他 勸他說 主啊 萬不可如此 這事 必不臨到你身上 耶穌轉過來 對彼得說 撒旦 退我後面去吧 你是伴我腳的 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 只體貼人的意思 哇 神是愛 而且神的心柔和謙卑 他自己說我心柔和謙卑 為什麼他的愛徒彼得 是這樣的愛他 是這樣的愛他 他聽到他要受死 受許多的苦 而且被殺 第三日復活 彼得就怎麼樣 說 主啊 萬不可如此 這事必不臨到你身上 為什麼耶穌 罵彼得 罵這麼難聽的話 撒旦 耶穌不是告訴我們說 不要用那個不好的話去罵人嗎 那他為什麼罵一個 是充滿了對他的愛 愛意 好意 卻被他罵撒旦 而不是只是說孩子啊 你不懂 我這樣去 是為了要完成救恩 為什麼 他經文就寫了 耶穌怎麼說 耶穌說你是伴我腳的 因為你不體貼 這裡講說什麼 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 只體貼人的意思 哇 你有沒有從神的話去明白 神的想法是怎麼想 當我們不體貼神的意思 只體貼人的意思 就是撒旦 是一個敵人 是神的敵對的人 你知道 其實神愛是人 沒有哪一個是他敵對的 但是 撒旦 是抵擋神的 撒旦是 抵擋神 與神作對的 就這樣 所以神說 神說 你只體貼人的意思 不體貼神的意思 就是撒旦啊 你看神前面還 耶穌前面還稱讚他 說 哇 彼得 你居然有這樣的開啟 你居然認出 我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兒子 所以 他說這個是天上的父子 是你的 他前面才這樣稱讚彼得 而且他還說什麼 他說 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 你知道嗎 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 所以前面才給他稱讚的 這麼高 捧得這麼高 哇 彼得 有天賦的 智慧啟示的靈 這開啟他 他認出耶穌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兒子 這是不得了的認出的 但是他只是有一個意思 他覺得你是永生神的兒子 你是要來拯救人類 拯救我們以色列國 你怎麼可以受苦 你怎麼可以被殺 你怎麼可以 所以他說 萬萬不可 這個不可靈了 哇 就被罵撒旦耶 如果你 你會怎麼樣 算了 我再也不理你了 我回去捕魚了 你這是什麼神的兒子啊 我的好意 你就罵我是撒旦 你還不是罵我笨蛋耶 是撒旦耶 很可怕是不是 這比笨蛋可怕多了 還不是罵我傻瓜 他是罵我撒旦 太可怕了 是不是 那為什麼 所以親愛家人 你讀聖經一定要進入神的意念 神的思想 什麼是他看為重的 耶穌他說 我人子將要這樣被殺 第三日復活 彼得沒有去注意第三日復活 只注意到他要受許多的苦被殺 就這樣 耶穌是在順服天父的意思 所以天父要我死 我就甘心樂意的去死 天父要我上十字架 天父要我受鞭打 我都願意 而你卻來伴我腳 你要使我沒辦法去順服天父 去完成天父的心意 這就是撒旦 所以親愛的家人 你知道在神的眼中 體貼人的意思 是這麼可怕 為什麼 因為亞當 因為我們的祖先亞當 他的吃了分別善餓素 那個神已經說了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所以亞當 吃的分別善餓素 又叫知識善餓素 所以他的分別善跟餓 他的知識 他的渴望更多的知識 這些都會把他帶向死亡 你知道神講的嚴重性嗎 所以他要我們說 如果你去體貼你的分別 哪個是好哪個是壞 哪個是對哪個是錯 你的分別常常是錯的 你必須來體貼神的意思 這才是永生 所以你體貼人的意思 是很嚴重的事 我們不知道那個是有多嚴重 因為我們會常常覺得 這個是好的啊 那個是不好的 但是神怎麼說 神說在一福所書那裡說 你們隨從今世的風俗 就怎麼樣 本為可怒之子 在一福所書的第二章 第二節 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 隨從今世的風俗 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 心中運行的邪靈 好第三節 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 放縱肉體的私欲 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本為可怒之子和別人一樣 好 所以 這個我是 真的是信主 好多年以後我才讀懂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隨從今世的風俗 有那麼嚴重嗎 隨從今世的風俗 就是在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而這個首領呢 它是在悖逆之子 心中運行的這個邪靈 好 那我們 我們在這個當中呢 放縱肉體的私欲 隨著肉體和心中 那個心中呢 原文就是頭腦 隨著頭腦所喜好的去行 就是可怒之子 哇 隨著肉體和頭腦所喜好的去行 就是可怒之子 這個豈不是我們覺得這是很自然的事嗎 隨著肉體和頭腦所喜好的去行 這豈不是今天現代人的天天的寫照嗎 可是神卻說什麼 這是可怒之子 所以親愛的家人 如果我們要來跟神一同持掌權 你一定要知道所有的聖敗是在乎他 你一定要去明白他是怎麼想 他是怎麼做事 他是怎麼看 什麼是重要 什麼是可怕的 什麼是他憤怒的 為什麼 他的憤怒都是因為仇敵化妝的軌跡 要把我的寶貝 我所愛的孩子去掳去 要把他帶到地獄去 使他一直死而又死 就是分別善惡數 吃了分別善惡數 一直取向死亡 而耶穌來到地上 就是要付他整個的代價 整個離開天上的榮華 取了肉身 取了面容枯鎬 然後來到地上 然後要受最殘酷的刑罰 只為了要把我們 從分別善惡數的死亡裡面去救起來 帶領我們回到生命樹的喜樂平安 謙卑自由的裡面 這就是他的心意 所以那個差別是很大的 這個就這樣 你有沒有發現神為什麼對 耶穌為什麼對彼得講 罵得那麼嚴重 也就是仁義是抵擋神的 仁義是扮神的腳的 仁義是攔阻神的旨意成就的 而仁義是神非常憤怒的 非常憤怒 這個叫做仁義 那現在呢 我發現人本主義跟神本主義 現在正是兩軍在交戰 而且我發現人本主義已經滲透到神學院 滲透到教會裡面 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可是人卻沒有什麼感覺 除非你跟神的關係很好 除非你對神的話語的規模很清楚 因為你活在仁義的裡面是太習慣的 太Nature的一件事情了 那人本主義呢 是起源於歐洲的文藝復興的一種思想 那它就是強調人 人的價值 人的利益 人的尊嚴 人的本質 人的自我實現 它是一種以人為中心的一個世界觀 那美國呢 就是在1960年 1950 1960年那個時候 有一位叫做Meslow Meslow呢 他創立了人本主義心理學 那他就是強調人 人的這個價值尊嚴 然後要自我實現 所以呢 他是以人為中心的這種世界觀 那他把這個呢 他發明這個 然後這個成為心理學三大體 三大支派的其中一個支派 那這個支派呢 影響整個美國的教育 教育界 整個普遍的影響整個的教育界 那是影響非常大的 可是人卻不自覺 但是現在 現在是開花結果的時候 你現在會發現 學校怎麼會這個樣子 大學怎麼會是這個樣子 已經不像以前的那個大學生 教授也不像以前的教授 是為什麼 就是受這個影響 那整個人本主義心理學呢 他整個的 就是如果你去那個書局 書局有一個區域的書 都是在講self-help self-help 大概可以分譯成自我成長吧 是不是 自我幫助 自我成長 self-help 就是這種就叫做通俗文化 是大家都普遍非常接受的 或者叫做世俗人文主義 這樣 整個書局 如果你去書局 都會有一個區塊 全部是這方面的書 例如講到 你要多愛你自己啊 人的價值啊 人的成長跟發展啊 或者怎麼樣自我實現 那整個的所有的書的主要內容 就是我 我 我 一切在以我為中心 那你知道這跟神的國是完全敵對的 因為神的國 神已經說了 我是來做你們的元帥 而且他說你們是什麼 是耶和華軍隊 也就是說 我們一信主 我們一離開這個為奴之家 我們就已經進入軍隊 也就是說 有一個仇敵一直要把你再拉回去做他的奴隸 那 你必須在耶和華軍隊的元帥的帶領底下 仔細聽他 每一關你怎麼樣可以得勝仇敵 你怎麼樣可以脫離他的瑕疵 脫離他的誘惑 脫離他的俘虜 因為神要你成為一個自由的 更豐盛的生命的一個神的兒子 那 但是這個人本主義 所有的教育都是在教育 我 我 我 所以 他們對於愛的定義 他就是說 神 如果你是愛 那你就應該祝福我 你應該祝福我的家 你應該祝福我的事業 祝福我的一切 你應該幫助我 照著我所要的給我 這樣子 那 你如果這樣才證明你是愛 那你管教我 我不覺得這是愛啊 我覺得倒霉啊 我為什麼要接受管教呢 那還有 你可以好好說啊 說彼得我還是需要去受死 你為什麼要罵我撒旦 你多羞辱我啊 你把我罵得一文不辭 我其實是為你好啊 對不對 人本主義就這樣 合理不合理 很合理的思想 非常合理的思想 對不對 好 但是 神 我要跟祂一同執掌王權 我一定要進入祂的思想 因為 祂全地都在祂的底下 祂說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 所以 祂的國是一個愛的國度 只是祂愛的定義 跟我祖先已經吃了分別三二數的 愛的定義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好 那是由我人為中心 所發展出來的一套邏輯 科學理論 都是用人來發 以人為中心來研究來發展出來 可是 我們神國的百姓 神的國是完美的 因為祂是一位完美的愛的神 祂的愛 是跟我們很不 我需要明白 我才會了解 到底什麼是愛 祂的愛是一個 我無條件地愛你 你所犯的一切的罪 是只有我來替你付 付這個罪 你才會得到自由 否則你是要被審判 因為祂是全然的公義 但祂又是全然的慈愛 所以祂要求我們 祂說世人 我跟你們要的是什麼 我向你們所要的是什麼 行公義 好憐憫 你要行公義 就是這個人也該審判 那個人該處罰 對不對 所以行公義 又說要好憐憫 這兩個怎麼平衡啊 怎麼樣有中間點啊 公義 就是有很多不合公義的 不合不平等的不公平的 你都要處理啊 要關啊 要處罰啊 但是神說什麼 神說你要好憐憫 要一直好憐憫 也就是說 祂的律法說 行淫的要用石頭打 但是呢 他們真的把一個行淫的婦人 拉來耶穌的面前 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 從此不要再犯罪 這就是祂的好憐憫 祂的好憐憫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祂是完全的公義 祂有完全的憐憫心 那你要好憐憫 你怎麼完成公義呢 祂來付這個罪 該受的刑法 然後你只要相信 祂就稱你為義 就這麼簡單相信 所以你知道嗎 神國整個的運作 就你相不相信神的愛 你相不相信祂的完備的愛 對你無條件的愛 就是這樣 你相信 你就稱憶了 你就得到祂的憐憫 然後呢 祂說你就能夠一直存謙卑的心 與祂同行 因為我所得到的恩典 是我不配得的 是不配得的 是這位神這樣為我 付了受刑罰的 這麼大的刑罰的代價 以至於使我自由 那因此呢 我也要這樣去對待別人 所以我能夠怜憫別人 我可以存著謙卑的心 來與神同行 這就是神的國 而神的國的得勝的方法 掌權的方法 都是這個方法 就是謙卑 在謙卑裡 去注視這位最謙卑的王 然後跟隨他的教宗 聽他說的 然後照他說的去做 就一直得勝 整個的得勝就這樣 不是說我借著去抗議啊 去示威啊 然後去反啊 那我就可以得勝 不是 神國的得勝 都不是用這樣的方法 是用耶穌的方法 愛 在愛裡面的禱告 在愛裡面的服侍 那神會做 神會做 所以呢 這個 人本主義 使人 不需要神 人 在當神 就是 你要照著我所說的 來對待我 我是不容許被冒犯的 你有沒有發現 現在的孩子被教育就是 被教育這樣子 在學校 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 你不能這樣講話 你這樣講話就是冒犯我了 所以就是要封住所有人的嘴巴 然後呢 我可以罵別人 你有沒有發現現在的 現在的年輕人被教育是這個樣子 那個叫人義 人的義沒有所謂的公平 可是你一定要看神的義 神義 神的公義 他是很在乎公平 可是我們人所謂的公平 到底公誰的平啊 你的平 還是我的平 你覺得應該這樣才叫公平 可是從我的角度看 我就覺得不公平 是不是 所以你一定要從神 神的眼光 神怎麼說 神怎麼看 只有這一位公義的神 他說世界上沒有一個義人 一個都沒有 在羅馬書那裡講到說 神的國在乎什麼 公義 和平 並聖靈中的喜樂 那那個義呢 都是指我 頭上有一頭羊 也就是耶穌基督這位羔羊 做我的主 我的頭 他來成為我的思想 他來掌管我 我才會行出公義 所以公義就是什麼 行公義就是什麼 行神所要你行的 那個就是公義 可是我們現在世界上的 好多都用人 人本主義就變成說 為什麼你就比較有錢 為什麼你可以有兩棟房子 那你有兩棟房子 你應該一棟給我 這樣才叫公平 是不是 那可是聖經不是這樣講 聖經還有人所說的愛是什麼 愛就是 你要照我所需要的來供應我 那 可是神不是這樣講 神說 每個人都應該殷勤做工 不要累著別人 那我們世界上的愛就是覺得說 欸 我就給你錢嘛 給你錢 你就不需要工作 這就是我對你的愛 有沒有哪個父母會這樣對孩子 有 可能也有 不夠有智慧的父母 對不對 我知道有很多有智慧的父母 他自己很有錢 他都不給孩子 他就說你要去做工啊 你要好好讀書啊 你要好好去打工 來供應你的學費啊 你要好好地去工作 那你會這樣子 會幫助這個孩子 有一個殷勤 還有他裡面好多的錢能 會發揮出來 那你每天都給他錢 錢不需要工作 老子有錢 你就吃老子的飯就夠了 那你的孩子會成為一個什麼 老子死了他怎麼辦 他可以活多久 對不對 所以真實的愛 要看神的話 神說個人都要殷勤做工 不要去累著別人 那 還有 這裡講到的就是說 例如這種人本主義給美國帶來極大的混亂 跟人的血氣肉體的髒狂 就是這樣 所以會變成一看不順眼 一點什麼事我就是告 要不然就是抗議 要不然就是示威 然後就是暴力 就是這樣 所以整個國家變得這麼亂 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可是我也看到有一些 真的是 是敬情愛主的基督徒 看街上亂了 他好自然喔 一整家人就拿著水桶 去清洗地 去掃街 去牆壁 塗鴉的去把它洗掉 沒有人教他 沒有人要求他 就是一個很自然的愛 希望社會更美麗 希望社會更平安更好 就是這樣很自動的去愛 這叫做基督教精神 神說我要來恢復 美國是大有盼望的 只要基督徒醒過來 你的心思跟神心思對齊 你的意念 神說我的意念高過你們 像天高過地 那你就應該怎麼樣 你就應該去改變 明白神的心意 明白神心意 那你必須要明白 神設立一些律法 都是為著愛我們 舉例說墮胎 生命 你知道我從小 我就常常在聽阿姨墮胎了 或者誰墮胎了 那整個我生長的環境 很多阿姨啊 這家那家都墮胎 所以我聽墮胎 聽習慣 我都不覺得這有什麼 但是 但是 當我這幾年 我閱讀聖經 我就發現 哇 這個嬰孩 是個生命 這個生命 是照著神的 有神的形象跟樣式 而且 他在母腹裡面 神已經把他一生的藍圖 寫在這個一本本子上了 賦予這個嬰孩 一生的命定 是這麼美的一個命定 它是神的生命 它是神 是在我們自己的選擇 要跟誰同房 而神就給你一個生命 所以這個生命是神給你的 不是屬於你的 你沒有權利來殺害他 那可是呢 所以你看 我們看看這個 他們今天很多的問題 就是問題在哪裡 他覺得肚子裡的嬰孩 沒生命 因為看不見 他覺得沒生命 生出來才算是生命 那我們來看路加福音第一章 四十四節 因為你問安的聲音 一入我耳 我腹裡的胎就歡喜跳動 好 你看 這個 伊利沙伯 伊利沙伯 伊利沙伯的腹中的胎兒 一聽到瑪利亞問安的聲音 他就在裡面什麼 歡喜跳動耶 因為他是 這個思喜約翰 是耶穌的開路先鋒 所以他一聽到他這個表弟的聲音 他一聽到 他的這一位主的聲音 他就好歡喜喔 歡喜跳動 所以 有沒有生命 有 而且有情感 有快樂 有反應 是不是 而且會聽聲音 所以他是個生命的 我們沒有權利殺害他 所以 從那個時候 墮胎合法化 美國墮胎合法化以後 到現在 你知道多少嬰孩被殺 六千萬 好可怕 六千萬耶 幾次世界大戰 的死亡人數都還沒這麼多 所以神很傷心 地都被血污染了 因為是無辜人的血 哇 我這幾年閱讀聖經 我越發現 原來墮胎是這麼嚴重的 因為有無辜人血的罪 所以遍地都遭了咒詛 你 你知道嗎 你活在一個咒詛的地上 你怎麼努力都沒用 你怎麼努力 就像現在 這個加州的山火 你怎麼努力 你吸不到空氣 你不能出去 一出去就PM2.5多少 又是這個山火 你就是活在一個這樣的環境裡面 你再有錢 有什麼用 有什麼用 你吸不到新鮮的空氣 可是你今天如果活在一個被祝福的地方 像我們加州本來真的是很蒙福的 好美麗 天氣好好 空氣好好 那你活在這樣的地下 你都take it for granted 理所當然 可是你不知道這要多麼的感謝主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留意 聖經裡面講 怎麼樣會遭咒詛 你就是要使這個翻轉過來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 我們每一次的選舉 你要脫離這個咒詛嗎 你基督徒啊 神的兒女啊 你能夠使美國再翻轉成為一個 被祝福的國家 就是你一定要投票 投出一個 是不會再流無辜人血的一個候選人 不只是總統 包括好多的參眾議員啊 地方官員啊 你一定要看他注不注重生命 因為神說我就是生命 他不注重生命 他就是在抵擋神的 神不只注重生命 他要得到許多的後裔 他注重家庭 他要得到金錢的後代 他要使這塊地 他要支搭他的張目在地上 我們現在是進入祝朋節 祝朋節 今年2020年的祝朋節 神說2020是我在震動全地的一年 而我震動這全地呢 就是我要來住在你們的當中 我要把那個至上的國 凡能夠被震動的都要震動掉 然後我要來住在這個不能震動的家 不能震動的國裡面 所以我們一定要脫離那些 神說這地就遭了咒詛 一定不要活在咒詛底下 像以色列百姓一樣 他派再多人去打都沒有用 因為他沒有遵守神的話 他在敵人面前站立不住 他可以任敵人任意的殺害 所以我們一定要脫離這樣的咒詛 還有一個是我們很可以注意的 就是在馬拉基書第四章第五第六節 看啊 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 未到以前 我必拆遣先知 以利亞到你那裡去 他必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 兒女的心轉向父親 免得我來咒詛遍地 好 那這裡講到就是說 這也是我為什麼這些日子 一直在傳講 神讓我們關鎖 在一家一家關鎖 就是要讓父親的心 父母的心要轉向兒女 兒女的心要轉向父母 不要再各忙各的 你忙你的工作 他忙他的學業 他忙他的跟朋友在一起的玩樂 不 你們要父親的心要轉向兒女 兒女的心轉向父母 否則這個地就遭咒詛 所以我要一直傳講神的話 讓我們這地不再是咒詛 而是蒙福之地 是應許的美地 而今年這個祝蓬節 神說我在震動全地的時候 我就要真實來住在你們當中 所以你們要為我預備可安歇之所 就是父母跟兒女是合一的 這個教會彼此之間是合一的 國家裡面的百姓社會是彼此合一的 我就會來住在當中 你說那國家沒辦法 現在都大大的撕裂啊 但是在乎是關鍵的少數 這一些是稱為神名下的百姓 你願意照著神的話去做 神就算數 神就算數 神就會照著他所說的話來做 我們最後再看一出聖經 是在《使徒行傳》第五章 八到十一節 彼得對他說 你告訴我 你們賣田地的價淫就是這些嗎 他說就是這些 彼得說 你們為什麼同心試探主的靈呢 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腳 移到門口 他們也要把你抬出去 婦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腳前 斷了氣 那些少年人進來 見他已經死了 就抬出去 埋在他丈夫旁邊 全教會和聽見這事的人 都甚懼怕 如果是你 你會不會說 彼得啊你好沒有愛心喔 你明明已經看見 他的丈夫已經被殺了 抬出去 你就不要問他這個問題嘛 你就不要問說 你的這個產業就是這些嗎 你嫁淫就只有這些嗎 你不要問了嘛 你看你又害死了他 是不是 這個叫仁義 人的意思就是 就是這樣才叫愛 但是神不是這樣看 彼得也不是 彼得其實是在順服聖靈 他不是出於他自己的意思 他一定是聖靈感動他 問他這句話 然後跟他這樣講 那為什麼 因為教會剛成立 神一定要那個國度啊 他的國度是不可以有罪的 他為了這個罪 他已經付了這麼大代價 所以他的國是公義的 是聖結的 是平安的 所以是不容許有說謊欺騙 這些他看的是嚴重的 所以有罪神就會刑罰 刑罰為了使罪離開 使大家都昌盛 使大家都平安都蒙福 這是神的心意 但是我們用仁義就覺得 好嚴喔 好沒有愛心啊 為什麼要這麼嚴厲 這樣子我只留下幾分就要死嗎 是不是 但是神不是這樣看 神就是公義 他也是慈愛 但是他很在乎你要誠實 你只要犯罪了 你誠實地認罪 他會赦免 但是你不誠實 他就會刑罰這個罪 這個就是他的 最後我還要再講一點 這個是我們常常會有的 就是在這個 有關窮人的事 我們來看 《蘇埃及記》二十三章 也不可在爭頌的事上偏護窮人 第六節 不可在窮人 爭頌的事上趨往正直 第八節 不可受賄賂 因為賄賂能叫明眼人便瞎了 又能顛倒一人的話 好謝謝 如果你看二十二二章 那後半部 你會發現 還有看別的地方 你會發現神非常在乎窮人 他非常的愛窮人 怜悯窮人 他說你不可以虧待他一點點 你只要虧待他一點點 我一定找你算賬 那他非常愛窮人 但是 但是他說你在爭頌的事上 你不可偏護窮人 你不可在爭頌的事上 趨往正直 在窮人爭頌的事上 你知道 我讀到這個地方 我眼睛就亮了 我好幾年來讀到這 我就覺得 神啊 你真是公義的神 因為我們對於窮人 我們會很自然的 怜悯 那個叫天然 天然人 我們會很自然怜悯 所以在爭頌的事上 我覺得你比較有錢 所以你可以請律師啊 你可以比較 聲音大 這個窮人就比較 沒錢請律師啊 聲音也比較 當然就也沒有律師啊 但是呢 你就是會覺得 我對於窮人 我比較喜歡 站在他這邊 為他說公道話 這個 來幫助他 保護他 但是神很在乎公義 所以他說 你不可在窮人 爭頌的事上 偏護他 你不可偏護窮人 也就是說 神在乎是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他是對事 不是對人 他很在乎 他的公義公平 是在乎看你的動機 看你是一時的軟弱 還是你是故意的 那對於窮人 他 你是窮人 但是這件事上 你有虧 你還是不對 而不是說 他是窮人 那我就是偏懶他 就是好像 就是我已經不公正了 神很在乎這個 那這些事情 都是現在在發生的 現在這個世界上 很多都是偏護窮人 在爭頌的事上 那這個在神眼中 是不公義 不正直的 我們如果繼續行在這樣 我們就沒辦法執掌王權 所以我們所做的一切 最後就是這一節聖經 一副手書第二章 第二章這裡講到說 他又叫我們活過來 神救我們 把我們從罪惡過範中 這個 在一副手書第二章 第五節第六節 當我們死在過範中的時候 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 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 一同復活 一同坐在天上 好 那神拯救我們脫離死亡 他的目的是不是叫你過好日子就好 不是 他是要你過好日子 但是他要你與他一同坐在天上 坐在天上做什麼 玩遊戲 不是 坐在天上就是 要你跟他一同 從天上來看一切 然後來宣告出神的心意 跟他一同來執掌王權 就是這個意思 可是你不是從地上看 你看不準 你要從天上看 也就是你要跟他一樣的 天上的心思 天上的意念 天上的眼光 你才能夠跟他一同執掌王權 那現在是進入祝朋节 神說今年的祝朋节 我真的要來跟你們同住 你想如果兩個同住的 他們兩個的思想意念 是天跟地差別那麼大 快樂嗎 不快樂 很痛苦 你會很痛苦 神也會很痛苦 因為你會一直誤解神 你不了解他在想什麼 你會常常冤枉神 其實我真的覺得 好多弟兄姊妹 很多神的兒女 真的都常常誤解神 不認識神 那現在 你非得來面對這些不可 今天所講的幾個point 你要留意去想 我在對窮人上面 我是不是會偏袒他們 我對於愛 我是充滿了世界的觀念 還是充滿神的愛的觀念 以至於我會叛變 這個人是有愛心的 那個人這樣是沒有愛心的 我的評判是對的嗎 我看的是對的嗎 就像我們有時 我們在舊約裡面也講到 這些可拉 對 可拉黨 叛變 然後呢 神就叫摩西說 今天他們的死 是跟世人所死的不一樣 地就裂開了 他們整個都沉下去 那250個領袖 都被火燒死了 結果呢 隔天 百姓就說 你們殺了神的仆人 你知道嗎 也就是說 確實嘛 你用表面看 確實是他們殺的嘛 因為摩西說一聲 然後他們就發生了嘛 就死了嘛 但是其實那是神 神在審判那一些叛逆的 背逆的 因為他們在背逆摩西 其實是在背逆神 他們不信服摩西 其實是在不信服神 其實摩西反而一直在為他們求情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的外表 外表看起來事實是這樣 但背地裡的原因不是這樣 背地裡的原因是神在掌權 背地裡的原因我們常常看不清楚 所以呢 神說 什麼都不要論斷 我們沒辦法去論斷 這個人個性如何 那個人個性如何 這個人比較好 那個人比較沒愛心 我們沒辦法去論斷 而我們今天能夠執掌王權的 就是基督徒 如果你要美國恢復 起初神創造這個國家的心意 獨特 是充滿了豐盛 充滿了自由 充滿了愛的寬廣 是可以大量地給出去宣教士 是可以大量地祝福全世界 如果你渴望這個國家 繼續有平安 昌盛 然後敬畏神 你希望的是這樣 你一定要起來 用神給你的這一票 去投出神在乎的三件事 這三件事 就是生命 注不注重生命 還是會流無辜人的血 這件事是非常嚴重的 否則我們繼續在咒詛底下 第二個 投出神注重的婚姻 家庭 第三個 約 跟以色列立約 我們跟以色列一同戰利 但是美國也是跟神立約的 這兩個國家都是跟神立約 以色列是神跟他立約 美國是先祖跪下來跟神立約 跟神立約也就是說 美國的先祖說 我們願意跟你 你知道立約就是像婚姻一樣的 綁在一起的意思 就是我願意跟你 我們這個國家就跟你這麼親密 像婚姻一樣的綁在一起 今天你渴望這個國家 在恢復這個尊榮 這個榮耀 這個幸福 你一定要用你這一票來執掌王權 還有我們要留意 使我們的心思意念脫離人意 進入這位神國的王的心思意念 你兩個人不同心 兩個人的意念想法不一樣 你生活在一起很痛苦 如果你渴望這個祝彭節 神真真實實來住在你的裡面 很安息地住在你的裡面 住在你的家中 住在你的家中 你一定要開始 父母的心轉向兒女 兒女的心轉向父母 我們真的是行公義 好憐憫 純謙卑的心 與神同行 神會做 神會做 就是我要做我的 就是跟神對齊 跟神對齊 我跟他一同坐在天上 一同的執掌王權 我的心思要脫離那個文化復興 所帶來的人本主義心理學的 這些所造成的我的扭曲 我要開始成為神國的子民 我的心思意念 是以神說的為我的思想 為我的意念 好 那我們一起來祷告 阿爸父 謝謝你對我們的愛 你把你的愛子耶穌 壓傷 使他受痛苦 以他為贖罪祭 就是要挽回我們 使我們成為你自由的 喜樂的兒女 恢復你造我們的榮耀 活在這生命的道路上 主啊 謝謝你的愛 主 如今我要奉耶穌基督的名 來祝福所有觀看這個視頻的 每一位你的兒女們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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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你的 願你的靈在我們裡面執掌王權 願你釋放你的心思意念在我們的裡面 什麼時候我們在錯誤的 被玷污的思想裡面 你來光照我們 讓我們可以及時的回頭 讓我們可以以你的心為心 與你一同坐在天上 與你一同執掌王權 愛你所愛的 厭惡你所厭惡的 主啊 讓我們與你一同住在一起 為你預備一個你可以安歇的地方 我們這個身體要成為你安歇的聖殿 我們的家也成為你安歇的聖殿 現在就釋放你的同在 進入每一個家中 設立你的寶座在每一個家中 願你的平安 你的喜樂 你的同在 掌權在每一個家 好讓你完全地掌權在美國 恢復美國的美麗 恢復你創造這個國家的呼召和命定 謝謝主 奉耶穌的名祷告 阿們